因为正好有两个朋友一起过来 北京和天津朋友 我们就一起记录一下 咱们看预展上手的过程 然后这个是一套花神杯 当然本来是康熙的12花神杯 然后现在只有4个 但是首先遇到这个品种 大家首先在看它漂亮 漂亮之前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 这种东西市场上面极多极多的房品 知道吗 懂吗 所有的拍卖都会上的一件东西 拍卖都会上的一套东西 所以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考虑参拍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它的风险 所以在我们看一个东西之前 你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背景 它的市场的信息 去想到这些 而不是说只是说漂不漂亮 懂吗 所有专业看门道 而不是只是看外表 这个在每一年都拍 似乎不缺货 货源很充足 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来看 你可以拿一个来看 你看哪一个 我们带大家专业的来看预展 知道怎么看预展 专业的看 不是瞎看 瞎看你看不出来名堂的 对你看吧 我中国视频家就是我大概浏览一下 它东西靠谱的多 就是总体还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这边多一点东西 这里是一个封面 这个杯子是封面的一个排品 错不了一套 你真正玩高级的东西 你才知道 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有时候我拿一个好的东西 他说你怎么不搞一队给我 给他搞了一队 他说要四个 要一套 很好的东西 他说要十全十美 一点中眼都没有 你这不叫玩收场 你这要吓胡闹 那你只能玩国宝 只能玩新的 真正的玩收场的大家 都是很谦虚很低调 很对于东西很尊重的 对老物件 不会说过于苛责的 知道吗 太假了 我们就取了其中一个看 因为它每个题材不一样 12花生 对于12个月份 然后有诗文 有青花 总体状态还是可以的 其实它这个诱 一上手就知道不一样 它这个诱 它是有点灰白的那种 那种状态的诱 就有手感还是很合适 不会特别薄 它做不了特别薄 那个事情 然后底款是一个 大清康熙年制的 这个底款 这个款写得比较小 比较小 它这种款 倒不是写得特别官样 这可能写得比较 稍微学义一点 不过在康熙时期 本身 它们也不是特别 特别要求说 很拘谨 很严格去写 比较随意 康熙东西比较随性 随意的这么一个特征 这是全品 然后上面有很多标签 应该是拍了很多次 加斯德 包括旧场 有很多标签在上面 整体的一个面貌 再看一下细节吧 洗修竹 底诱 总体状态还可以 不过这种东西 因为它确实就像 我刚才说的 可以放下 因为康熙的青花 它跟别人不一样 它的料性 还有就是 它当时的技法 风格是受到了 在家庭的一个 深深的影响 其实很多技法 不是康熙首创 它都有影响 所以很多 他为什么喜欢 落地 因为家庭年纸 就是那个道理 康熙有很多早期那种 仙人图 求仙求道的题材 都深受家庭的影响 被锦了解完 它有一些形式 我们就要看 它的技术面 就比如说青花 无彩 现在才说这个 无彩 它有点小吊彩 无彩 这种防红彩 没问题 但这种彩有点 说实话 那个不轻 偏晚的感觉 不是太累 背着的状态来看 还可以 实话实说 还是靠谱的概率 要大一点 但是 毕竟是重器 所以你还得 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要仔细地 对比 研究 这个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绝对不是现在 能够结束的 这个也就 我跟你们说 虽然不会在预展 跟你们说的 或者在视频里面跟你说 就是大家来到拍场 一定要明白 这些东西 你的信息 一定要掌握全面 就是在历史上 出现过多少次 拍过多少次 市场上面 有多少房品 有多少同类东西 有多少高房 你都得知道 所以你对它来说 预展只是第一步 就是说我们到这个预展 现场来上手 看一下品项 看一下状态 给它做一个评估 不然就给它打个分 这个分是80分 还是50分 不及格 还说高分 高分就一定是老的吗 不一定 你还得继续研究 尤其是重器 大东西 比如说几百万 几千万 过亿的东西 绝对不是说 我就看个五分钟 我就结束了 这不可能的 像一些重要的 他们过来做收藏 或者做投资的 都有背后的团队 他要对这个东西 彻底的了解清楚 彻底的把它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来路 什么背景 再去下结论 再我考虑 怎么买 花多少钱买 懂吧 所以这里面是很复杂的 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去地毯买个东西 五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所以大家有这种 客观年景的态度 去玩此起